翻滾男孩李志凱在安玛項目 展現招牌湯瑪士迴旋卻發生意外 第一次滑手動作沒完成 手肘還擦傷流血 接著二度挑戰又發生掉碼失誤 最後以12點666分 全能總分80點699分 排名21 在線觀看的媽媽也是倍感擔心 大叫一聲 緊張啊 我有看到流血下來 當然會懷弄啊 拿手的安玛項目 在全能決賽的最後一項登場 但李志凱卻意外落碼 而他賽後也在臉書po文報平安表示 今天的落碼純屬意外 之後會為了8月1號 單向安玛決賽做準備 出場順序也和這次全能賽 一樣為第六位出賽 李志凱的落碼讓國人擔心不已 因為他在安玛資格賽時 以15點266分 在所有選手中排名第一 很有機會為中華隊拿下安玛金牌 而他在決賽時 也會提高難度至6點700 以拿手的湯瑪士大迴旋 全力搶金 安玛王子李志凱 曾在2017年世大運 2018年亞運 2019年世大運和世界杯 都摘下金牌 為體操項目的常勝軍 希望他能在8月1號安玛決賽 為中華隊再次締造新業 記者與盛行召佩與台北採訪報導